有外国朋友到台湾来要品尝美食的话 我们一定会推荐他小笼包 台湾必吃的美食 那么在这个捷运松山县呢 这里可以说是一次吃到各家的知名小笼包 你从中山站呢 做到台北小区站 这里有四家人气小笼包店家 互相PK抢人气 成为名副其实的小笼包一条通 师傅快手 小笼包皮感的薄又嫩 放入的肉馅也很精准 每一个包的时候都要秤 差不多在2.3克的 折数都规定在19折 就是要比顶台风多一折 电水楼创意开发小笼包 绿色的是九层塔 百里透红是XO价 而小笼包一拨开 小黑力点缀的正是高档松露 咬下去以后 除了有小笼包的鲜跟甜之外 还有法式松露的那种香气 曾夺下全台人气小笼包冠军 随着监运松山县开通 电水楼人气更旺 每天卖出小笼包 多达一万七千个 跌起来比101还高 高温真主三分半 精品茶余也是松山县上小笼包店 在顶台风名厨张瑞沁指导下 透过开放式厨房 简约风用餐环境 再配上一杯冷泡贵妃美人茶 口感鲜甜又解腻 点刚好在中山站跟松江南京站之间 那我是希望因为这两站中间能带动两站来的人潮 看准松山县至少能带动两成人潮的小笼包店 可不止这一家 中山站有百货九月新开张顶台风 往松江南京站是新品牌精品茶语 在过去连南京东路站则是黎原汤包 小巨蛋站则是点水楼 串成小笼包一条通 让涛客光搭个松山捷运线 就能品尝各款小笼包 美食上级不可限量 记者曾俊勋路易台北参访报道